8月20号在法国巴黎两个最大的中国城举行大游行 庆祝一亿勇士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不少华人表示已经退出中共 还有人当场表示愿意退出 庆祝游行由300多名退党义工和支持者组成 他们来自欧洲十几个国家 由欧洲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也赶来助兴 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觉醒 能退出这个邪恶的组织才有美好的未来 法国的华人人数是全欧洲最多的 占整个欧洲华人人口的30% 我现在所在的巴黎美丽城 就是法国华人社区的典型代表 那么一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团费组织的消息 又给当地的华人带来怎样的震撼与思考呢 什么感觉想法 很惊讶 我挺高兴的进行这个 挺高兴的为了一些受难者申冤 我这想今天讲的这个挺好的 刚才讲的这个讲特别好 就是高中毕业然后就退出很正常吗 确实是就是当初入党的时候 可能就是并不是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理念 而是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 那么我今天就退出这个消息队员 我估计如果中国人会有一天退出共产党的这个组织 以后呢能够这个民主选举 能够得到一人一票 这是我最大的力量 新唐人记者仁静李月法国巴黎报道